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是在高雄大社区的三明路上 其实这也算是台风的重灾区 可以看到其实一旁的机车全都是泡水车 而根据我的目测这个车已经多达50辆了 大水退去高雄大社区这间机车行 老板好忙门口停放着两排机车都是泡水车 等待老板的巧手救援 机车行三个人手要修超过50台的机车根本忙不过来 以一台要修一到两小时 维修工期可能要三到五天 在那边你看二三十台 所以要在那边就要修理 他们两三个师傅而已 我说来就要修理 拍摄过程又有好几个人从远处慢慢的牵车过来 全都是泡水车要给老板修理 巷子口这位大哥机车发不动也是用牵的过来 机车维修数量多到门口摆不下 只好暂时停在路边一台接一台慢慢排 是停在路边已经淹过你的脚踏板 麻烦先牵到旁边去 等它水退了干了之后 你要发动你要尝试 那个是一个堵 你再堵堵看 你不想堵的就不要发动 因为现在的汽油扳扑都在脚踏板下面 机车行业者PO影片教学 车子泡水只要超过脚踏板 就不要再发动 维修起来可以省下一笔费用 高雄市搭盐水到处都是泡水车 机车行业者好忙 意外赚到了台风材 赛事林玉均 戴伟成 高雄报道